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大盘今天收盘跌158点 最后一盘还有护盘拉了62点 如果说没有拉抬的话 今天可能跌幅超过200点 那么今天晚上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精彩的重点 美国Delta的大板机 美帝大板机啊 美帝大板机的部分 怎么来看这个盘式 其实今天的晚上重点 两张图表说明一切 两张图表就可以说明一切的 看法跟未来的趋势 怎么说呢 那么大家一定知道说 这两张图表可能就是这两天 在盘中也跟好朋友分享说 看到防疫股 毛宝恒大康纳乡美德一 这个礼拜一 毛宝跟美德一就涨停哦 昨天四档涨停板 今天呢 又是这四档亮灯涨停 当然啦 不是叫大家追降 今天晚上的重点 也不是这两张主要的涨停板的表现 最主要这两档 这两张最重要的今天晚上的分享重点 仔细听好哦 这个地方我待会会做说明 我们先讲第一遍来 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会员朋友 美国在今天9月8号中午的时候呢 确诊人数335,134人 还记不记得 8月底我跟各位讲 美国一天啊 28万人 真的是很夸张 美国人 他们最大的关键 打了疫苗 打了六成 打了七成 就不戴口罩 因为戴口罩 也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 可是呢 他们就认为说 戴口罩 好像也没有办法防止病毒 所以呢 打了疫苗以后 更不戴口罩 8月底 一天28万人 逼近 今年1月8号的 30万0777人 那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就跟会员朋友讲 第一张重要的图表 你看看这里 今天尾盘 在这个12点50分左右 我在非凡商业台连线的时候 我也讲这个观点 美国的确诊人数 33万5134人 这么高的数量 说真的 不要说因为台湾 是我们尾盘 自己有人在乱传 什么50人确诊 大增暴增的 不是这个因素而已 最主要 美国的33万5134人 单日创新高 尤其是什么时间 三天廉价回来之后 美国上礼拜六 礼拜天 再加上礼拜一的劳动节 三天廉价回来之后 33万5千人 太夸张了 那么这个疫情 值得大家注意的 不是说台湾的疫情 有多严重 而是美国的疫情 今天晚上 美国Delta的大阪级 你看到33万5千人 还得了啊 这是第一张重要的图表 第二张重要的图表呢 来 今天下午公布 新北幼儿园的一个群聚 这个Delta的定序呢 跟长荣案的机师不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两个新北幼儿园的群聚 跟长荣案的航空案呢 长荣航空的机师 都是Delta病毒 可是是分成两路不同的病毒 更何况 长荣航空的机师呢 又是两种不同的定序 不同的Delta病毒 也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的病毒 Delta病毒的那个链呢 不只两条 好 其实有很多Delta链 可能就像科师长所说的警报 病毒两链进入社区 一定要四大战备启动 不尽内用 那么这个关键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美国啊 33万5千人 严不严重 你再看看 新北幼儿园跟长荣案 都是Delta病毒 这个地方我们很难很难避免 好 真的很难避免 因为现在新北幼儿园传出可能是家长 好 从埃及回来 又过了14天的一个潜伏期 检验又是阴性之下 再爆发出确诊 这个真的很难很难去检验 那有人说那干脆回来 出国回来的 就不要14天 就改成21天 这个影响整个边境封锁啊 其实还是蛮大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来对面对股市 怎么样 怎么样来面对今天的行情 其实啊 我们今天在盘中 我在Light 8的部分呢 也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说防疫的四大重点 为什么是口罩 是消毒防疫先来 那下午呢 你也看到了 检测股的8月营收 很漂亮 检测股也跟上来了 那这个现象 不光是我们在盘中Light 8 好朋友加入我的Light 8 记得要跟我打个招呼 我才能够私讯跟你做分享 那么再来呢 我的Telegram 不用加小老鼠 亚洲一路发 非常好记 我的部落格 m2485.com 也是非常好记 那么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 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最大的好处 开启这个小灵汤啊 你如果说晚上 今天8点到9点有事 是不是那个通知 有新的讯息 就是新的影片上线的时候 你可以24小时随时看 我讲的地方不清楚的 有图有真相 我们的分析一定是有所本 你再把影片 可以重复的播放 这些我们都有设定 可以使投资朋友呢 可以重复的播放 好 这是很方便的一个内容 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来 我们先讲今天早上 12点44分 中午了12点44分 我们就跟会员朋友讲 今天最大的关键 不是只有台湾的确诊 是不是Delta 美国今天新增确诊到中午为止 比1月8号的30万 还要高一些 达到33.5万 美国现在是什么 都是Delta病毒 都是Delta病毒 那么这个冲击经济的不确定性 会让美股到穷还会再大跌 不是今天早上跌 269点就结束 那我们之前有卖的股票的资金 保留的现金等低点 不要怕 真的是与市行情跌下来 尤其是电子股跌下来 电子的营收很好 我刚看到有好朋友问到说 老师 郁金光的营收很好 怎么会跌成这样子 我待会跟你讲两点 你一听就懂 好 我们待会再说 那最主要的 美国的新增确诊 高达33.5万 真的是吓死人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33.5万 美国鲍尔的联准会主席 为什么不断的印钞票 就是要维持经济 就是要维持社会的安定 可是这也造成一个现象 让美国的巴菲特指标 严重过热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待会跟你比较 道琼跟纳斯达克有何不同 比较完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重点 跟行情的观点 那最重要的 来 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统计分析来看 昨天美国到 那个美国的新增确诊 30.855人 这个图形还压到了这个蓝色柱状图的部分 30.855人 1月8号最高峰的时候是多少 30.077 也就是说美国昨天的新增确诊人数 创历史单日新高 很难想象吧 美国不是打了疫苗 打了六成 打了七成吗 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还是这么高 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好像这个人数 七天的均值好像有掉下来 接下来慢慢的又要转入 因为农历七月已经结束了 到了端午节 9月21号以后 天气会明显转凉 转凉的时候呢 你看去年 去年9月10月开始 更大的一波美国新增确诊 会不会发生 时间上也不用等太久 再一两个礼拜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开始转凉以后 那个咳嗽啊 那个传染力会更明确 更多一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先看两个数字 第一个就是香港的统计 这是香港经济日报 335,134人 创新高 再看另外一家统计的 你看 这个统计的数字 30,0855人 比1月8号的30,777人 还要高 两个不同的 香港的 还是全球的统计数字 都告诉大家 美国单日 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 这个美国的Delta 大阪级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点 美国疫苗 已经打到六成七成了 好 打到六成七成的 覆盖率了 竟然还在单日创历史新高 真的是不能接受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上个礼拜五 就跟各位讲过 严防大魔王Delta 有没有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各位讲这个观点 严防大魔王Delta病毒的这个奇迹 在昨天 毛宝恒大康纳乡美德一 尤其是毛宝美德一 昨天就已经两只涨停了 再来我们今天盘中 在Lite8跟这个Telegram 跟大家分享 口罩是台湾的另一种疫苗 为什么今天又是毛宝 又是美德一 先拉涨停板 毛宝是清洁用品 消毒 美德一康纳乡恒大 是不是都是口罩股 你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台湾人靠着严格的防疫措施 大家都有能够配合戴好口罩 保护力其实就跟疫苗差不多 不是身体的保护力 是外在抵挡病毒 不要吸入的重点 那么这可以打断传染链 不能说很完全 但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功效 那么口罩就是台湾另一种疫苗 戴口罩会成为一个常态 在整个疫情 如果说未来半年没有改变的话 还是要戴口罩 口罩股 美德一 康纳乡恒大 盘中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你看看这些收完盘 美德 那个毛宝三支涨停 这个礼拜 三天三支涨停 美德一三支涨停 康纳乡两支 恒大两支涨停 还要多说什么吗 不用吧 那这个关键重点 我说历凯啊 八月底的时候 四天四根涨停板 快速达正 这个礼拜 礼拜二四档涨停 今天又是四档涨停 还有一档收盘价 差五分 就要创历史新高 什么股票 我们上礼拜 一直在八月底 九月初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 去买的小神三 小神三 小神三 今天的收盘价 差五分 就平了今年的新高 回头一看 今天外资 帮我们抬轿 大买 外资今天 这个卖超台股 但是去大买小神三 明天会不会过高 那大家现在也很害怕 这个神三的外资买超 是不是隔日冲啊 昨天其实我们就跟会员朋友讲 好几个会员朋友都来问我 我说 昨天啊 带上引线的走法是什么 洗盘 要过前高的滚量换手 有没有 好几位好朋友都看到了 这个地方 我说是一个滚量换手盘 结果你看 今天收盘 差一档 差一档就要平了 今年收盘的新高 明天拭目以待 甚至在这个礼拜五 你看看会不会过前高 这些动作都是我们规划好的 为什么在八月底九月初 我们连续买了五天 买了五天 带着新朋友去买小神三 这些关键大家一个一个来做观察 好那最重要的 从今天开盘前到盘中 我们怎么看怎么做 跟会员朋友分享哪些重点 不是说到处乱射飞标了 我说今天的盘是盘中大跌261点 说真的 跌下来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手上不管是货柜航运 电子股或者是IC设计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 那跌下来 这个行情为什么跌 大家都知道 疫情嘛 Delta病毒 从长荣航空的机师 载到新北幼儿园的 群聚感染 哇 一下十几个人 蛮严重的 这个现象 你看看 我们在开盘前 8点38分 8点38分 我说今天 新北幼儿园的病毒定序会出炉 新北疫情的扩大 陈时中考虑警戒升级 今天还没有哦 防疫股会全面加速上涨 毛宝 美德一 恒大 康纳乡 领涨 疫情扩大 续报 持续看涨 有没有 不是只有今天啦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 毛宝 三根涨停 美德一 三根涨停 恒大 两根涨停 康纳乡 两根涨停 是不是主轴 帮大家掌握到了 接下来 你注意看 快篩股票也要跟上 那个快篩的量 一定需求不光是台湾 美国也是如此 一定会大增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看看今天 我们开盘前八点三十八分讲的 毛宝 三根涨停板 持续看涨 美德一 今天三根涨停板了 持续看涨 甚至康纳乡 两根涨停 亚诺法 今天也是两根涨停 还有一个恒大 恒大今天也是两根涨停 那么这些涨停板上来 不是只有如此 再来 你看看今天的收盘 收盘的 美德一 康纳乡 亚诺法 恒大 毛宝 保林 附警 真的一个一个来 接下来呢 这个亚诺法 保林 附警 瑞基 ABCKY 都是塞 快塞的股票 也跟着大涨 是不是 不用我说啦 我讲真的 涨三根涨停板 全市场都看好了 上个礼拜 谁告诉你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谁能够带你完全掌握 那这个关键重点 看看不是只有美国 英国 英国一天人数 突破四万确诊 英国疫苗也是打了五六成以上啊 为什么英国一天已打了四 等于说是五六成以上的疫苗覆盖率 还是有四万人确诊 最重要一个关键 他们打完疫苗 欧美他们的观念 打完疫苗 就不用戴口罩 本来他们就很排斥戴口罩了 打完疫苗 更不戴口罩 因为已经解封了嘛 政府也没有要求 所以呢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Delta病毒突破性的感染 又很强 完蛋 真的 这个现象啊 不是只有美国 英国如此 你再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单日的本土确诊 也创下一年来新高 跟我一开始的破题 美国单日 不管是从9月7号来算 还是到今天下午五点钟来算 美国单日创下 确诊的新高 连新加坡单日 也创下一年来的新高 新加坡疫苗的接种率也很高啊 这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说打完疫苗啊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打完疫苗 更要戴口罩 那个保护力会更好 而且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戴 是大家都要戴 如果大家都要戴 你说口罩股 这一波上来 筹码洗得很干净 涨三天就结束了吗 今天很多大量 也有很多新朋友开始去追 我在之前就跟各位讲过 我记得是这个礼拜一 还是礼拜二的时候 我就讲过一个观点 应该是礼拜一的时候 我说防疫股跌下来 上礼拜你至少不要卖在低点 你不敢买没关系 但是不要卖在低点 那涨上来 全市场都在疯狂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时候就要拉高卖 那个时候全市场 都在疯狂去追防疫股的时候 现在还没有 现在你看到今天 看到这种涨停板啊 好像有点开开关关 亮出来了哦 可是有没有全面性 还没有 那这种情况之下 来盘中9点27分 我们一步一步 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看 带会员怎么做说明 我们盘中不是在睡觉啊 我们盘中跟媒体连线 把我的观点 我们团队的整理重点呢 分享给大家 盘中 甚至也带着会员朋友 把一些更精彩的重点呢 分享给大家 你看 早盘9点27分的时候 本来台积电跌到618 然后又拉高到627 9点27分哦 你注意这个时间 拉升上来 我说拉高上来 是要震荡滚量出货高档股 当时在早盘9点半的时候 9点27分 全市场谁告诉你 拉高上来 是要震荡滚量出货高档股 结果 一点钟过后 大盘跌了多少 261点 很难想象 早盘的时候 拉台积电 指数还有翻红哦 为什么尾盘杀了261点 有人在乱传啊 说什么 一天确诊50人 那个不能乱讲 那个抓到要罚300万的 那个不能乱讲 这些疫情的数字 那么 我说早盘拉高 拉高台积电 是要掩饰 Delta病毒扩大的冲击 不要追高 疫情冲击 还是防疫股市主轴 有没有印证 早上9点27分 来 你看看 9点27分在这里 台积电先跌到618 跌到618 拉高到627 9点27分在这里 你现在回头一看 马老师在9点27分 讲的台积电 从618 拉高到627 这一段拉升 大盘还一度翻红哦 大盘一度翻红 结果尾盘跌了261点 拉高上来 你现在回头看 9点27分 是不是 拉高出货盘 有没有学起来 有些时候你要知道说 一个盘式的涨升 涨什么 什么意义 不是随便说 事后才来讲 事后跌到261点 再去追杀 然后跟你讲说 哇这边是出货 那是事后诸葛 当时的一个时间点 9点27分 全市场 谁能够在盘中 第一时间告诉你 拉高上来台积电到627 618到627是什么 拉高出货盘 掩护高档股 在出货 尤其是电子股 真的 我们一步一步看 尾盘台积电 坐价拉5块 我跟你说 今天下影线 103点 不是低点 这个不是我们一开始讲 而是说 真的在盘中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 观察分析 杀盘推演 这个盘是怎么走 他在做什么 我们都是在杀盘推演 在观察分析 控盘手的方向 那么这些关键重点 来 你看看盘中 11点43分 台股急杀 将近200点的时候 金元双雄遭到大砍 是外资吗 不是 这个新闻 你再仔细看 盘中12点17分 盘中12点17分 观股三天 到货百亿元 台积电砍最多 三天卖了99亿 将近100亿元 光是台积电 就超过70亿元 说真的 好朋友 你想想看 我们在之前台积电 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跟各位讲 外资买 散户买 融资也在拉台 谁在卖 很奇怪吧 这些关键的重点 昨天早上开盘前 8点55分 我说台积电放利多 高雄打造7纳米的重镇 盖6个厂 我说这是好事情 联电营收 连续四个月创新高 也是好事情 可是外资大卖 6万5千张的联电 昨天开盘前讲 晶圆双雄 盛房短套 昨天 是不是开高走低 昨天 我们特别也把这个中芯国际 这两年盖了三座厂 英特尔三星中芯 在扩厂 我们下午看到同一的分析里面 讲说未来两年 未来两年 全球有29座晶圆厂 哇 这个数字我还要去查一下 如果是29座是太多太多了 你说外资看1000多块台积电 祝福啦 我只能说讲祝福 最好其他的厂商技术都不如台积电 但是不要看到利多去追 这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相对 韩国三星在美国 170亿美元 将近台币5000亿 要盖新厂 这些扩厂的动作都在干 一两年后 会不会供过于求 会不会 那这个现象 今天盘中10点29分 10点半的时候 我说大盘再度下滩的原因 是传出来台大麻醉师确诊 新北市长侯市长就讲 与幼儿园的家属住在同一个社区 我们昨天有没有跟各位讲 这个Delta病毒 它的很细微的例子呢 它会悬浮在空气中 隔栋大楼 同一栋大楼 很可能都会被传染 这个现象 市场担心社区感染是不是扩大 下午的新闻 下午的内容 大家看到了 真的有在扩大 只是说 今天的人数还不算多 但是就社区感染来讲 持续在扩大 那么这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一开始早盘的时候就讲 拉台积电 早上9点半把指数拉红 拉台积电 高档股票在出货 电子股 尤其是ABF载版这些紧缩等 卖压加重 要避开 这是我们10点半的分析 还记不记得 我们昨天在最尾端 在Q&A就是我们后面结束 快要收尾之前 我们特别强调 我们看到这两天啊 投信法人去追南电 追得太夸张 这是什么手法 我真的看不懂 这是正常的手法吗 我说你看星星 7月29号 这是我昨天讲完以后 我把图截起来 做个资料 昨天我就讲 7月29号的星星 过高 有没有 过高 结果呢 一天爆出 4950张 投信去追加 过高之后 第二天冲高 就压回 再来紧缩 紧缩呢 在9月3号 投信大买2773张 第二天建高 开始拉回 更夸张的是 9月6号 南电 南电在9月6号 为什么低档不买 还在追杀 上来也不买 然后呢 大涨以后 涨到450 再去追 买了1000多张的南电 大买南电 结果呢 没有第二天的高点 这一次 9月7号就开始回 今天大跌 这不是我昨天讲吗 ABF载板 投信看好 没问题 可是你不能说 用投信资金 去把它股价冲高 那是为谁拉台呢 这个关键 你看看星星 今天跌5块半 有没有 星星跌5块半 还算小 紧缩 被割韭菜 杀到跌停板 南电 今天大跌28块半 为什么南电 要在8月 9月 这个 这个时间点 是9月6号 9月6号 大买 1000离40张 把它股价 拱到 新高点 昨天跌 今天大跌 那这个关键 我们昨天就讲过 这些个股 5日均线 跌破 你就跑 有没有先讲 我们是讲在前面 今天 紧缩被打到跌停板 你如果昨天就听我讲的内容 跌破 5日线 你跑不跑 你不跑 跌停板 法人呢 投信还没有追杀哦 法人先跑 为什么跑 看到新唐会怕 4919的新唐 那个手法 那个是在结账 不是在认养 是在先结账的动作 先卖先赢 怎么说呢 我们待会看新唐 那么在盘中11点35分 我告诉会员朋友 那么市场一直在扩大 这个维尔旗下的豪威 大坎明年的金元代工啊 传出来 这个投片量 越缩减 高达5万片 这个市场 全球的半导体 也没有出现什么一个 生产线的一个爆炸啦 或者是地震啊 没有 这两年 不要说今年啊 这两年金元代工 涨价的最大最大关键 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 打破了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 然后呢 封杀大陆的 14奈米以下的制程设备 大陆要做自己的 我说再过两三年 好 今年算下去 再过两三年 大陆的技术慢慢的提升 不会说什么 那7奈米5奈米就跟上来 但是14奈米 他们可以完全自制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大陆做自己的14奈米 将来他们的高阶技术 也不见得一定要走向5奈米 3奈米 有一种方式也可以克服 什么方式 有点像Name Flash一样 用堆叠的 这个是市场上是另外一种说法 当然也有人不认同 但是最主要的 大陆在14奈米 主导性会越来越强 那这个关键 那这个关键 在市场传出豪威大坎明年金元代工的头片量 月减可能高达5万片 今天的同心店直接杀到跌停 跟豪威相关的同心店精彩金元店 连八颗大力光神盾避开 第一时间 这个不对的地方 就跟会员朋友讲 这些股票不要乱抢 那好朋友铁粉们 你们也听一听 为什么不要抢 有这种砍单的现象 越缩减高达5万片 那么同心店 甚至刚才有人在问 这个郁金光 我们用大力光的数字给你一看 你就懂 什么数字 今天同心店被杀到跌停板 同心店是CMOS 是豪威的合作厂商 马上被第一个割韭菜 对不对 再来呢 精彩今天虽然只是小跌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 精彩它的六条均线空头排列 很像我前面讲的大力光 均线空头排列 就是六条均线全部盖定 这是走空的现象 再来大力光 有没有看到 大力光今天跌75块 75块幅度只有2.8% 不算多 可是你知道吗 大力光今天的收盘价 2590块 创下 收盘今年新低 大力光今天收盘创下 今年新低 刚才好朋友问 老师 郁金光为什么 营收这么好 也可能是抢到大力光的单子了 为什么也跌下去 你看看大力光什么样子 大力光 我待会再跟你补充 郁金光的这个技术形态 大力光今天的收盘价是 创今年新低 这样讲你懂了吗 之前就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拉回可不可以买 拉回可不可以买 我就跟你讲 他的营收年减衰退 至少到10月11月 要把华为这个影响 完全淡化 年底了 至少到11 12月 才能够把华为的机器淘汰掉 那这个关键重点 你看看神盾 神盾收盘还没有创新低 可是呢 之前跌破2月份的140块 我就跟各位讲过 这种先破底的股票 不要抢 反弹到月线 标标准准 贴了4天 1234 贴了4天月线 站不上就站不上 这一定是有人 到了月线 一路卖卖卖卖 卖下来 让股价继续探底 不要抢 了解吗 那这些个股呢 回到今天的主轴 今天呢 早上媒体还在报 比特币比特币 昨天萨尔瓦多开个先例 承认比特币是法定货币之一 乌龙大了 这个乌龙就真的很大了 不是说萨尔瓦多改变他的看法 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只有650万的人口 算是农业黑道治国的小国了 那这个地方呢 比特币大涨破5万2 昨天9月7号 萨尔瓦多承认法定货币是比特币 相对 媒体都在报 哇 那个萨尔瓦多的总统宣布啊 该国已经买了400枚 2100万美元 多吗 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收盘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收盘 比特币暴跌5918美元 暴跌5918美元 一件事情 他现在 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萨尔瓦多是希望 他们是以农业为主的小国家 他们希望如果比特币 全球只要1%的成交 在萨尔瓦多 1%就好哦 1% 在萨尔瓦多的话 他就可以把国家的GDP成长25个百分点 你没有听错 是25个百分点 那就是大爆发 大成长了 一个关键 现在你把比特币拉到5万2000美元的时候 全世界 比特币的持有者都希望能成为合法货币 连特斯拉也承认他可以用比特币来买车 对吧 那很简单嘛 大家有比特币的你就去买特斯拉的车子 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卖掉 这也是一种变现的方式啊 这种情况之下 在萨尔瓦多 他已经宣布 昨天开始成立之后 我问你 5200美元的这个比特币 5万2000美元的比特币 你要变现 拿到萨尔瓦多去兑换 他们有钱可以给你换吗 没有钱 我讲真的 萨尔瓦多你作为法定货币 如果说全球2100万的比特币 持有人要到萨尔瓦多去兑换现金 换美元 萨尔瓦多有钱吗 没钱 这是实在话 没钱 了解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昨天比特币就一路杀下去 一个是交易所也当机 他们的交易中心 好几个那种交易所 伺服器 他们讲都说是当机 能换吗 如果不能换 那不是就打脸政府吗 你既然说是作为法定货币 你要可以给他做兑换 你做成法定货币 你要抽税 你要抽成 结果不能兑换 那不是玩假的吗 所以比特币 很多人都讲说莫名其妙 怎么会 跌这么重 最低跌到四万三 有没有 最低跌到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七 很简单 比特币长久以来 一直希望成为法定货币 昨天9月7号 真的成为法定货币了 能兑换吗 结果 搞笑了 萨尔瓦多 他不会跟你保证兑换 你要做黑道的洗钱中心 可以 他还要抽税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的汉讯盘中杀到跌停 被割韭菜 可惜吗 一点也不可惜 毕竟 会去做比特币概念股的 都心里明白这个观念 那最近情况之下呢 来 12点44分 我们就讲 美国今日确诊高达33.5万 比1月8号的高点30万 还高一层 疫情冲击美国的不确定性 美国道琼还会再大跌 本来下午的时候道琼跌100多点 刚才又拉起来 台子旗也跟着他波动 但是我们不要急 保留卖掉股票的现金呢 等低点 这是我们今天的规划 你看看今天的盘势 到今天下午5点钟 因为这个时候都是美国的深夜凌晨的时候 你看看 今天下午美国335134人 是不是创单日新高 美国道琼昨天跌269点 他们是破了5日线 10日线 月线开始往下拉回 这一波上去 没有创新高 道琼在8月中建高以后 现在呢是往下回 他们是回到季线反弹 再压回 你对照一下 今天美国的一个新增确诊创新高 纳斯达克还在冲高点 那个高点的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比上个礼拜的高点还多一些些 多个30点左右 真的不多 扣掉苹果还有创高吗 也没有 那么这个关键 回到我们上礼拜所说的 他冲到15403点的历史高点 我上礼拜就讲通膨跟资金堆升的新高 会造成是一个反转的关键 现在疫情呢 创新高 会不会造成压回 这个现象 你再看看美国的通膨数字 2%就说要升息的 现在3.6% 继续印钞票 他就是要制造全球的通膨 美国5.4哦 继续印钞票 智力4.5的通货膨胀 就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膨的比例啊 大幅升息一倍 从0.75升到1.5 如果加上7月的升息4码 升息一个百分点了 更何况乌克兰 巴西 俄罗斯 全部大幅升息 压通膨 只有美国不压 很奇怪 你看看智力 智力升息 乌克兰 巴西 俄罗斯 还有8月26号的南韩 也升息 南韩耶 亚洲国家开了第一枪 南韩也升息 压通膨 只有美国不升息 这个情形也造成全球股市啊 巴菲特指标严重过热 全球的巴菲特指数标到140过热 那140还不算什么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美国2000年的网络泡沫 那时候是150几还不到160 现在标到多少 206.8 206.8 联准会不断的印钞票 让美国巴菲特指标 股市的总市值除上它的GDP 严重过热 最大的关键 通膨怎么办 台湾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2.36% 而且是今年以来 几个月 4月 5月 8月 有三个月创下2%的通膨警戒线 通膨警戒线 2.2% 就是2% 为什么是警戒 你如果达到2.36% 我问你 你去银行存 定存 一年有多少 有没有一个百分点 没有吧 银行没有一年定存1% 现在的通膨超过2% 实质利率 负1% 那么大家更不愿意存钱 所以他把钱逼到房地产 逼到股市 逼到债市 去买风险资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要这么做 说真的 不要说看到通膨涨 银行钱放着没有利息 你真的要买 有些时候要有耐心 等他拉回 真的买了以后 我也跟各位讲 你看到三天 三支涨停板的毛宝 三天 这个属于美德一 也三支涨停板 今天很多人去追 那我问你 如果礼拜四礼拜五 又震荡一下的时候 你怕不怕 怕 我跟你讲 你一定怕 可是听马老师讲 美国的新增确诊单日 今天又创新高了 看到台湾有多线的Delta病毒 在社区的压力很大 你好像又不怕了 很矛盾 因为你的心是 细在股价的波动上 没错吧 这个关键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冲到2.36% 今年三度 四月五月八月 冲向百分之二 实质利率 负一%多 台湾的实质利率 是负的 负一%多 那么 现在回到疫情 33万5 全市场 谁会告诉你这些 全市场 从去年到现在 能够掌握到 每一波 这个属于防疫概念股的 大家都知道 是马老师 那么在这一波 我相信这个时间点 我们都是跟全球的资讯 是同步 全球资讯 是同步的 那媒体的资讯 会晚我们 晚一天到两天 听得懂吗 也就是明天 后天以后 媒体才会跟你讲 美国 创单日新高 确诊人数 创单日新高 那么这些数字 再出来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 疯狂去追高了 那相对的 你看拜登在明天 礼拜四将要祭出 六管齐下的防疫措施 如果不严重 拜登礼拜四 为什么要六管齐下 新北某大楼 再添两立 同一栋大楼 六人染疫 全栋清空 这不是我昨天 跟各位讲的吗 那个病毒会悬浮在空气中 你要把整个大楼消毒 清空 让病毒真的清干净 不然整栋大楼里面有人确诊 然后又在通道走道之间 或者是电梯之间互相传染 太危险了 这个现象 不断的变异之下 世卫讲 新冠病毒啊 非常不可能根除 那基本上防疫的口罩需不需要 再来台大麻醉师确诊 侯市长说 与幼儿园家属住同个社区 是不是社区感染 再来板桥社区确诊六人 同一栋大楼 即刻全面清空 真的 之前再怎么看 没有说是大楼清空 有医院清空是为了容纳 Delta病毒 是容纳这个新冠肺炎的患者 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看过 全面清空大楼的 在这种时期 再看一下 幼儿园的群聚 确诊是Delta 10人同一序列 和机师不同 跟长荣航空的机师不同 说明什么 不同的Delta病毒 在台湾潜伏着 那么这个现象呢 你看幼儿园Delta病毒株 是确定了 新北市9月9号到9月15号 取消餐厅内用 这个还算客气了 一个礼拜 消毒清理干净 好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一个关键点 这些新北市内用 公用场馆据点 将关闭一个礼拜呢 这些都是好的动作哦 但是最重要的 有人认为说 这个跟Delta病毒 跟那个长荣航空 好像是不同的 基因定序的时候 是好消息 错 医师呢 很大大的讲说 这是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代表说 新北幼儿园跟 好 这个属于 那个长荣航空的机师呢 是不同的Delta 已经进入了 社区当中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跟谁看法一样 有医师背景的台北市长 科市长所说的观点一样 科市长就讲 Delta要发警报了 病毒两列进入社区 哪两列 新北幼儿园的群聚 跟长荣基斯案的 那个内容 都是Delta病毒 但是这两个族群是不同的基因定序 不同的Delta 进入台湾的社区 这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吗 好 那这个时间关键点 科市长市井啊 Delta病毒 在进入社区 恐怕有多个感染链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跟各位讲 戴口罩 也不见得一定能够防住 这个Delta病毒 是因为它的那个病毒啊 悬浮在空气之中 很容易被感染到 那这种情形最好的方式 不要去群聚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就跟股票市场一样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你现在回头一看 不管是IC设计 晶圆代工 你现在回头一看 8月底9月初最红的 现在都套牢 道理一样嘛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新唐 昨天撒到跌停板 大家担心Delta的一个 那个传染了 电子股大跌 结果呢 投信翻脸比翻书还快 昨天投信大卖6300张 早盘大跌5% 回测季线 今天收盘时候 回头一看 跌了5.77% 昨天投信卖了6307张 今天再卖3485张 讲白一点 两天卖了1万张 投信杀新唐 两天可以卖1万张 那其他的投信任养股 大家砍不砍 砍啊 ABF载版不是就是如此吗 紧缩投信没有大卖 结果大家一看到投信在结账 新唐两天卖1万张 投信任养的标的 一定先砍再说 对吧 ABF载版 投信不是大卖的 是其他法人 内支就先砍 这种情况之下 昨天的金红 达到跌停板 今天的金红 再跌5.8% 跌了9块半 何瑞亚 昨天杀到跌停板 今天何瑞亚 继续跌 跌了5块3 甚至志源 昨天杀到跌停板 今天志源 再跌5% 反过来讲 这些电子股 如果有被误杀的 重挫的 法人 任养 没有出的 那不是就是机会吗 我们跟各位说 这个时间点 往往股市操作就是如此 大家不看好 没有信心 杀到低点 跌不下去的时候 买点 现在大家都不看好这些了 没错吧 跌深 跌到一个低点位置 它也会反弹 你要赚反弹 也是有机会 可是这个时间点 两大变数 一定要先克服 我在盘中 也告诉会员朋友 两大变数 第一个 Delta Delta病毒 在台湾的扩展 第二个 美国股市 美国也是受到Delta 今天晚上 美国会不会因为 Delta单日创新高 也受得跟着拉回 这两大变数要克服 如果这两大变数 克服了压下来 股价直稳 买点 我都可以跟各位预告 把现象 方法都先告诉大家 但是 70% 80%的人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没有经历过股市 一个大循环 甚至要两次的大循环的话 没有那种经验 看到跌 忍受不了 当你每一次 忍受不了的时候 就是低点 就是买点 把我讲的这句话记起来 过一段时间 真的跌到低点的时候 我们的会员朋友 真的有在 高档出调的 有避开的 压回以后 会敢买 因为我们是站在 赢家的立场 来思考跟操作 可是一般人 高档一路套下来 怎么办 低档受不了 一定砍在低档 砍完低档 就开始反弹 开始上涨 这是人之常情 也不能说你错 这是经验不够 很多市场的分析 也是如此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物价涨 还有个关键 越南风城的影响 越南风城有什么影响 我记得我在8月份 我就讲过一个观点 越南风城 东南亚风城 马来西亚风城的时候 这些有东南亚设厂的工厂 先避开 还记不记得 我有讲过这些 来 越南到昨天 一天一万四千人 高峰的七天均值 有点降 一万四还是太多了 了解吗 一万四还是太多了 再来一个重点 营收公布了 如虹 纺织的龙头大厂 562块 8月营收 越减26.5% 明天跌不跌 这是下午3点46分的新闻 如虹 越南影响 越减26.5% 8月工作天数 跟7月是相同的 同样的工作天数 但是如虹营收 越减26.5% 越南不同 越南被封城 有没有影响 绝对有 避开 不要乱抢 这个不是五十几块的股价 是562块 562块 一天的波动有多大 你知道吗 另外一家 宇荣福的 广越 广越 8月营收 月减16.4% 股价前面就开始在跌了 这些都是不要去抢 至少不是好消息 好 这个地方也不要去猜他的低点 那相对 9月6号 9月6号 我们在盘中第一时间 就说这个盘是 资金流向 有没有 流向Delta入侵国门的防疫股开始接棒 礼拜一 毛宝 美德一 恒大 康纳乡 零涨 你看看 礼拜一 毛宝 美德一 收盘涨停板 康纳乡涨7% 恒大涨4.9% 是不是 礼拜一的毛宝涨停 美德一涨停 康纳乡大涨7.1% 恒大大涨4.9% 然后呢 礼拜二 防疫股 资金流向防疫股 毛宝 美德一 恒大 康纳乡 接涨停 续报 持续看涨 有没有涨停 毛宝两支 美德一两支 康纳乡涨停 恒大涨停 保林 附井 甚至亚诺法 瑞基 一个一个亮灯涨停板 亚伯也涨停板 优胜一度也亮灯涨停 到了今天9月8号 8点38分 我说 新北疫情在扩大 毛宝 美德一 恒大 康纳乡 临涨 疫情扩大 续报 持续看涨 到收盘 是不是 美德一 康纳乡 恒大 毛宝都涨停 还有亚诺法也涨停 保林附井 保林附井 也大涨6.5% 扩大到快筛族群 毛宝 这个礼拜三天三支涨停板 美德一三天三支涨停板 甚至康纳乡连两天涨停 恒大 两支涨停 亚诺法两支涨停 那么这 这是昨天四档涨停板 今天又是四档涨停板 一点都不意外 不是叫你来追价 我们说我们在八月底九月初布局的小神山 会员朋友都知道 小神山今天收盘 差五分就要创今年的收盘新高价 差五分 今天外资大买小神山 明天后天会不会创今年新高 会不会过前高 我刚开始一开始也说 当市场大家不看好的时候 我们所布局 包含了十月份五倍券的 振兴 振兴券的受惠小神山 竟然今天收盘逼近了 今年新高 收盘哦 明后天要挑战今年的最高点 意外吗 不意外 我不希望说你看到大涨 涨停板再来问我说 老师美德一可不可以追 毛宝可不可以追 我们说过 这些我们会员者持股啊 我不希望你来追 你真的想操作的 我们荧幕中央有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5783777 我们私底下再跟你做一个咨询的说明 好 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在这个礼拜 昨天四档涨停 今天又是四档涨停 是不是快速达正 立凯是四天四根涨停哦 这个礼拜 防疫股 礼拜二四根涨停 礼拜三四根涨停 快速的达正 想跟上的好朋友 小神山要准备挑战前高了 0800370888 跟我们助理直接来咨询 好 来 我们很快看一下 那好朋友问到刚刚几个重点 来 我们先看一档个股就好 3406的玉金光 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讲玉金光的紧线压力 535 你看这一波 535是不是站不上 就是站不上 上影线上影线 今天是谁在卖 外资卖了786张 技术面形态 它是535块的压力点 过不去 就是过不去 利多过不去 还有一个重点是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的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我这样讲了解吗 股后啊 创今年新低 把玉金光给拖下来 这是一个关键点 好 很快我们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好 大家晚安 那么再来 这个盘式的走法里面 3176的基 想真的知道怎么做的部分 来 拨打我们荧幕中央 2578 02 2578 3777 那再来 目前这个盘式啊 大盘真的很惨 那座神山 稳若泰山 我不是讲台积电 我们买的是小神山 小小的神山 那个股性活泼 台积电今天还是跌哦 你说那个神山 我们一般讲神山是讲台积电 可是你看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是跌哦 我们的小神山是涨 看明天后天 能不能站上今年的新高 一起来把握 那再来 目前这个盘式节奏啊 很多个股一个一个往上走 那货柜三雄要涨了吗 我的看法 反弹 好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是反弹 那再来 目前整个康纳箱的压力在哪里 其实9919的康纳箱呢 你会发现说 今天工上涨停板呢 后面是锁得很干净 明天开始要回补 它的这个除息的缺口 短线上 我认为季线不是压力 第一个压力点在哪里 来 压力点 在它的除息参考价 33.85 这个地方要往上冲上去很快 这个短均线 这个冲击的力量 有这个条件 最大的这个直接的压力 就是它的除息参考价 33.85的位置 那再来 目前在整个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美国的确诊人数啊 应该还有黑数 真的是 很多人是不去医院的 我也相信 有个很重要因素 为什么不去医院 你知道吗 贵死了 美国的医疗费很贵啊 去年第二季的时候 一爆出来 一两千万 谁敢去医院 去一下 要嘛就是全家的财富赔账 要嘛 可能就是 这辈子呢 也还不完 好 这个是金额很大的一个数字 没有那种保险的 医疗保险的话 真的在美国不敢生病了 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 说真的 做得很幸福 好 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过生活 那再来 目前联电拉回 多少价位可以低接 不建议 我讲真的 你看看这个外资 拉上去以后 三天都是站在卖方 真的同样一笔钱啊 你真的把六十几块的联电的钱 跟我们去买小神山 比联电的表现会更好 好 可以把握我们的小神山的部分 那新疆霹雳火做多 能不能续报 暂时你就先续报它 因为这个盘式啊 跟着大盘被压回整理 那这个时间点啊 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每天晚上做功课 做得很晚 因为今天早上 还有在媒体连线 都要做很多的功课 那台康生是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疫情又起来了 怎么不涨反被到货 这个关键重点 应该是他前面涨这一段 涨这一段 现在都在井县附近整理 我跟各位讲过 他不是主轴 他现在这一段的上涨 是鸿海郭董的力量 郭董他入股的力量 了解吗 可是你说真的是 做那个高端的疫苗 它的一个配合厂商 高端的量才多少 现在的量还太少 要做明年一亿剂 那个台康生才会有感觉 了解吗 有比台康生更好的标的 比方说小神山 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个 换股的动作 那再来 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升三级 这是最好的 有医生讲说要赶快 如果有一个Delta的话 赶快升四级 升四级封城的话 会饿死一堆人 不是每个人都像医生一样 那么有钱 很多人还是为了生存 要工作 你如果全部把它封城 升级到四级 很不方便 那新北市餐厅取消内用 开始限制更多的时候 生活上就很不便了 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不要升级是比较好 那再来景硕跌停是结账了吗 不是 不是投信结账 是大家看到4919的新唐 新唐投信这种卖法 两天卖了一万多张 四天卖了多少 怕不怕 怕 怕新唐投信翻脸 那景硕呢 谁先翻脸 外资先翻脸 投信今天买六张 投信没有卖 可是 大家看到 投信去杀新唐 结果呢 外资 还有自营商 大卖景硕 这个现象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 像8046的南店 你看看 是不是有在调节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投信 买在最高点 456块买1000张 今天去杀744张 这样子做怎么会赚钱 好 3189的景硕 也是同样的情形 是怕投信 把人先砍再说 那再来 目前在盘式节奏里面 股价走势啊 在盘式上走法里面 其实很多个股是有它的题材 你不能报的 我们都有设停顺点 你就换股 也可以去做一个先卖出的动作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 在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有些什么样的特别标的 小神山还在往上走高 那现在的走法里面 大盘走势啊 会不会回来 我们上次就跟各位讲 大盘成交量太小了 2700亿量实在太小了 你现在看到 我把图放大一点 大盘现在破季线 破时日线 下一个支撑点 在17080.90点左右 就是月线跟半年线 今天的低点是有支撑吗 没有 相对来讲 接下来 17090点 这个半年线的位置 月线的位置 不可以再破 破的话 怎么上去 又怎么下来 这是比较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 目前盘式走法里面 我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个股 我说实在的 在目前的盘式 你要把握一个关键 相对在盘式的一个走法里面 股价的走势 如果它是转弱了 你就不要急 真的转弱就不要急 那敦泰天域要避开吗 我们说过 先避开 我们在礼拜一 我们停损的时候 也跟各位说明过 你可以去查一查 我礼拜一有讲过 这些驱动IC 我们也先停损了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有很多个股 说真的 最弱势的是 4919的新唐 你看一看 175跌到今天的低点 128 5天的时间 5天的时间跌了47块 跌了26.8% 如果季线再跌破 融资会断头 这个手法呢 过高压回 过高压回 然后一次大跌下来 融资买在高点的 受不了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发 建议的时候 都会设停损点 你不能承受这个波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设好停损 这是短线上最好的一种方式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的话 哇 还记得去年亚诺法 还有包含了像康纳香 那个操作啊 都是做得很漂亮 那再来 目前很多个股啊 所以货柜三雄 200多块 300多块 满满一串的人啊 我不碰就是不碰 那目前像新唐汉磊 还有低点吗 我的看法还有 那太阳能接下来 还有新的趋势 我说这一波很强势 也很特别一档个股 联合再生 我礼拜一在非凡股市现场 我也说这档个股 拉回可以留意 你看看这个成交量里面 今年以来 我到礼拜一的时候 今年以来 外资买联合再生 买了9万多张 这两天呢 又买了5000多张 为什么一直买联合再生 它是产业的龙头 特别注意一下 太阳能还有后市 只是说发动的时间点 跟题材又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为什么 也是抱着霹雳火 先续报的原因在这里 好 那么FB我们看一下 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因为这个盘式节奏 有很多个股 它的表现真的差异会很大 真的差异会很大 这个差异大呢 操作上一定要灵活 如果说转入了 你是做短线的 沿着五日线十日线 就是先做调节的动作 好 我们很快看一下 王大哥晚安 那1784的训练 是否有看涨的机会 训练它不算防疫股 它算是生计股 股价的走势 它守住季线之上 你看八月份 守在季线 还有机会 基本上它这一波 是落后大盘没有涨 生计股在今年 还有这个生计 涨的这些利多题材 还有机会 那再来 目前在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你如果太阳能 你是做短线 你就可以来回做一趟 但是我们看马上 有一些不错的题材 还是可以压回来低阶 那8016的细创 最大的关键 你说这个地方 有没有止跌的讯号 不是看它 这个细创来讲 是法人持股很高 可是一件事情 它的龙头是在稳貌 而不是在那个莲勇 3034的莲勇 在莲勇的部分 为什么我说 投资朋友 你这个驱动IC 先把它卖掉以后 先不要急 你看看莲勇今天的价格 莲勇昨天是破年限 今天继续在破低点 龙头是在莲勇 市场上 很多人在喊敦泰的部分 从高档一路买下来 我们之前买 买错了 也是一样停损掉 但是你看今天的走势 市场还是很多分析 继续的喊敦泰 敦泰连勇都还在创新低 细创呢 先等一等 那3189的景硕 景硕今天不是投信卖哦 外资自营商都怕投信翻脸 跟新唐一样 先坎再说 所以涨这一段 在高档的股票 今天被大跌大卖 这种筹码面已经乱掉了 如果再跌下去 我跟你讲 投信不卖也会被停损 他们的内控机制 也会要砍出来 这个地方 小心后面 前面是外资连卖三天 自营商也跟着卖 如果再跌下去 不止跌 投信的持股 也会杀低出来 你去看一看 每一次跌下来的时候 法人又开始追杀了 这是过去的法人惯性 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 目前在个股的操作节奏上 把握一个原则 因为很多的个股啊 操作的节奏上 很像这个6150的 这个属于什么 6150的汉讯 你看看 汉讯股价走势里面呢 相对来讲 今天为什么杀跌停 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个因子之外 今天的低点132块 有没有破8月 7月以来的新低 破底 这现象就告诉你 若是股票 不要碰 如果比特币 又开始继续大跌的话 该避开的就要避开 要把握好的机会 就像今天 你看到这个防疫概念股啊 又很强势的 恒大涨停 康纳香涨停 毛宝三支涨停板 甚至包含了9103的美德一 三天三支涨停板 继续的强势 要跟上这个机会点 我们说明天 慢的话后天 有机会 我们布局的小神山 又要挑战今年的新高 不是说要带你去追价 我们从8月底 9月初啊 连续布局5天 连续布局5天 该买的 我们都做好动作了 现在股价不是我们抬轿 是外资帮我们抬轿 拉上去 今天反而是大涨 把握这个机会 快速达正的方案 0800370888 跟我们助理直接来咨询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再来咨询